我們一齊來到舞台旁邊,一齊聽聽書文的點評 接著講《習慣一歌》 《習慣一歌》其實是比較商業的歌曲,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就算你見很多時的藝人或唱片公司找歌 都找一些比較商業的,容易上口的 在比賽的世界上,當然會有些不同的歌種,或者有些比較特別的編曲 甚至有些比較偏門的歌曲 但是,在這件事上,如何判斷這件事,或者如何使用剛才的歌曲 如何令它好一點呢?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主導的點子和區點變化的 商業歌曲本身的好處是,它的耳機很舒服,很舒服,很浪漫上口 所以,如果所有東西都那麼順和舒服,它就會太舒服 因為太舒服、太順的東西,它會聽完就像水果阿輩一樣 或者,它沒有一個標準在聽眾的心中 所以,在編曲或歌詞上 在編曲上,有些位置會比較刁鑽 雖然很多東西都是這個人的感受 但是,有時候歌曲不能太順地 每一句播下去,每一句播下去好像寫一記一樣 有些地方,你要跳開離開那個思緒去別的地方 例如,剛才說過,何時跳出去寫情 何時跳出另一個角度 然後,如何回到歌詞上 原來,原來這些畫面,或者跳出去之後 原來,它的歌曲都可以活動 它也可以貫徹去別的地方 那就是,歌詞和很多寫作不同的東西 它比較可以多一些意識流 而這些東西令到歌曲,大家也知道 因為,歌詞和歌曲大部分 三個詞或兩個詞 頭的兩句都差不多 所以,很多不同的東西 不是在Hook Line之後 或者在AB之後出現 如果寫作的方向 或者思想的程序 都是太順 在這首比較商量的歌曲裡 就會令到她 沒有幫助她 令到她興趣 令到她可以多聽幾次 好,謝謝孫文先生的點評 我們一起去到舞台中間 一起來聽聽李俊一先生的點評 謝謝 好,作曲填詞都是家庫 這幾年其實都 一直都有留意你的作品 有聽你的作品 看到你寫很多 尤其是欣賞你很多作品的曲 我覺得你寫很多曲 其實寫得是好聽的 好 這首呢 我就坦白說 我覺得以你的作品來說 它不是一首特別很出色的作品 那為什麼呢 原因其實就是 跟剛才孫文說的都有近詞 就是說 譬如說那件事是 商業雖然沒問題 但是你有少少商業得來 我覺得走得太順理成章 尤其譬如說你的Hook Live 就是Fami Soto Fami 這些實在太多人用過 類似這樣的走法 就是旋律的走法 所以聽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少少異熟 所以這裡是一個 我覺得大家是作一些比較 相對比較流行的歌曲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 如何去平衡 這個創意 以及大家要入耳 兩者之間的平衡 有時稍微拿捏了 差一點點 就會沒那麼好 我覺得這裡是有少少遺憾的 這一個地方 歌詞方面 整首歌詞其實都很流暢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你首歌的歌名叫 《習慣一個》 但其實我看完整首歌的主題 你又比較偏向 其實是說一群舊朋友 朋友不多 那群舊朋友是你真正的兄弟 大家出生入死 到現在都是維繫著 一個很緊密的感情 如果你又想說 這個老朋友這件事 為什麼你要習慣一個呢 究竟他想一個還是不是一個呢 這件事我就有少少… 看這份歌詞的時候 我就有少少覺得奇怪 好的 其實《習慣一個》 本身在兩年前寫一個作品 一個站名 接著去到交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又想不到一個特別好的歌名 其實我翻看歌詞 我也覺得有少少矛盾 但又想不到一個更好的歌名 但歌詞裡面又有習慣 所以就取了他做這個歌名 你不是說我習慣一個嗎 所以他不是有矛盾 就是你習慣一個 但他好像是有身邊的一個朋友 不是 但其實他呢 因為我和家庫 認識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其實我身邊的朋友真的很少 我平時喜歡自己的看戲 自己的食法 很多自己一個的東西 他就拿了這個名字 我喜歡一個人 所以他就習慣一個人 開頭的初衷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以再簡單一點 如果你一個人 你真的習慣一個人 你簡直的朋友都不要趕 趕走他們 在歌詞裡面 不要趕走朋友 你就是一個人看書 喝酒都很開心 那你就習慣一個人 你又要朋友 又要喜歡獨處 這些太過貪辣了 明白 謝謝 謝謝 周老師的點評 也有請兩位到台下 休息一下 他說 我先來 就能留 asshole 你從什麼ела 你想呀 對啊